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 压健康的人体质弱很多都是经常感冒的 因为胃气很多 比如说你早晨起来洗脸的时候 总会流出来一点清鼻涕 那这就是身体的防胃之气不足 早上锻炼不要着急 先补补胃气再生生阳气 之后再进行其他的锻炼 身体才会更健康 强化胃气第一道防线就是肺 肺经的总开关是太圆血 常擦太圆血可以补肺气 在我们拇指指根的下面 这有一个窝一个凹陷处 太圆血就在这里 大家找到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 太圆是手太阴肺经的圆血 是脏腹气血的汇聚之处 有调气血通血脉的作用 我们接下来把两个手的太圆血 靠在一起 然后相互的摩擦 擦上一分钟左右 太圆血开始发热 甚至你可以感觉到 全身上下都有一点微微的发热 把太圆血擦热之后 再做第二步 生阳气 生阳气的关键在后背 后背呢 我们的颈部背部 还有上背部这里 有风驰风促大锥 肺疏心疏等等的血位 它们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肺功能和免疫力 那么后背的正中这一段位置呢 是我们中胶所处之地 它可以促进胃气行走于脉外 顾顾我们人体的表面 那么腰底以下是下胶所带之地 它有肾书 旁观书等等血位 可以顾顾肾气 强健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 咱们锻炼后背 第一个动作叫做臂虎趴 臂虎大家都见过 它在趴的时候呢 是左右两只手交替 一上一下 竖直的从墙壁上趴来趴去 那么随之呢 它的脊椎呢 是左右随着摇摆的 咱们可以先步加腿部的动作 直把我们的上肢和后背运动起来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把双手掌心朝前 双手手臂在身体的两侧打开 想象着自己紧紧的贴在了一面墙壁上 把我们的肘关节呢 尽量往外扩 扩到和身体成一个平面 好 贴在墙壁上之后 咱们开始向上爬 爬的时候 先把左手向上伸 右手向下拉 同时呢 我们的脊椎 感觉一下 微微的向上拉伸 来换另一只手 一定要把自己手臂向两侧打开 不然咱们在做的时候是拉伸不到后背的 下面我们再来配合腿部的动作 手臂展开 我们把右手向上举的时候就抬起自己的左腿 同时挤住左右稍微的弯曲 看一下我们背面的动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地骨爬大家连续做十到三十个 做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脖子肩膀 后背的上半部分都是非常舒服的 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伸展 接下来再来做第二个动作 双手在自己的后腰处掌心朝上 做一个向上托举的动作 托举到自己两侧的肋骨前方 反转手掌 把手掌放到自己的胸前 继续上台 抬到脖子处 手掌翻转 放到脑后 继续向上托举 一直到两条手臂伸直 掌心朝上 这个动作呢叫做反向托举 我们之前学过的托举呢 都是在自己的身前向上托 但是这个动作为了抬升咱们后背 肚脉的阳气需要我们把双手从后面拖起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背面的动作 注意我们手掌的几个转换 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反向托举也是连续做10个到30个 大概呢我们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会感觉到指尖发热 手心出汗 全身呢随之都暖洋洋的 这是我们气血生发上来的一种表现 这两个动作能够伸展我们上肢的多条经络 还可以改善颈肩部的各种不适 比如说身体弱的人 那这两步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在家里完成 今天学习的这三步 搓太渊 壁虎爬 反向抬升 那么体质弱的人建议大家把这三步呢 在家里完成 之后呢为其升上来了 再到户外进行其他的锻炼 而且呢这样我们也就不怕风一吹就会着凉了 好了那本期的视频